哇 鋼彈 男子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為剛剛騎車從眼前經過的 居然是一架鋼彈 其他民眾也直擊同一架鋼彈 也出沒在高雄中正地下道附近 而打造整套鋼彈服的人 就是他 外送員陳一豪 不會這樣 不會暖嗎 還沒啊 我們坐在頭上 剛才有一架 肉桥 感覺很厲害 可以做到書面這樣出來 對 我很厲害 自己買材料手作 完美還原鋼彈Double O 聚中的能天使 臉部輪廓 腰間裙架 甚至是背後的動力太陽爐 都還用青綠色的LED燈完美還原 整套服裝套在身上 也還原聚中 我就是鋼彈的名台詞 光是製作鋼彈的材料費 就花快五千 過去他也曾經手作 新世紀福音戰士的初號機和二號機 Cosplay去外送 還因為這樣拿過小費 我有一次晚上給我差不多四五百 我就是剛好接到同一個人 然後我就去 你又來了 我再給你上次 腰佩服的還真的不只有手藝 能忍受高溫穿全套服裝 在外面跑也是一種毅力 至於會不會違規 陳一豪坦言 頭盔的部分 並不符合交通法規 後續會把鋼彈的頭部 改到符合安全規定 東四新聞紅保青 在高雄報導 好